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少的网友对秦深深的回归我们的歌二一声再度燃起了希望 而这次不同于以往的磨了两可的六分消息 因为第十期节目呢已经完成了录制了 秦深深千真万确正式回归 其实关于秦深深要回归我们的歌二的消息 在之前呢就已经有多次的铺垫了 最初是李克勤和周深双双录制视频为我们的歌二开播声援 接着林海自己呢又在录制节目的时候说 跟观众两次透露秦深深可能会回来 所以呢观众们一直都以此为依据盼望了大半季 然而节目已经进行了八期了 官方却仍然没有给出半点权威的消息 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观众觉得是在六分 加上这一季的赛制混乱 嘉宾变动频繁 歌曲整体不走心等因素 所以呢节目的人气已经日趋低迷 直到半个月前 李克勤突然筛出了一张在上海拍的照片 并且爱到了周深 还问网友们想要听他和周深合唱什么歌 重演了网友们的热情 因为我们的歌二的节目就是在上海录制的 按照李克勤发文的时间算 如果加上半个月的隔离 正好是可以赶上新一期的录制 而且呢李克勤又不会平白无故的去爱到周深 故大家觉得希望越来越大了 只是这段时间呢 周深那边却一直都没有回应 还是留下了一丝的悬念 不过就了解 第九期和第十期的节目中将会设置挑战赛 有神秘的挑战嘉宾将会来到节目中 而且在12月1号完 第十期节目完成录制之后 林海迫不及待的发了一条微博 里面提到了念念不忘必有回想八个字 基本上呢就已经剧透情深深回归了 因为这个节目大家最念念不忘的组合 非秦深深莫属了 投并乐剧也可以看出 网友们都猜到了林海在暗示谁 此外还有参与现场录制的观众在网上爆料 证实了第十期有秦深深的出现 而且还唱了两首歌 从前期的铺垫 到近期的当事人的暗示 到主持人林海的剧透 再到现场观众的证实 这次百分百可以确定秦深深已经回过节目了 不过按照规则 他们不会参与到总决赛当中 只会在进入决赛前 一挑战嘉宾的身份把把关 顺便带给观众们一波回忆沙 回忆一下上一季的美好 虽然秦深深到最后关头才回归 而且出现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 但是很有可能会成为 挽救第二季口碑的一个关键 因为看过第一季的观众都知道 秦深深当时人气到底有多高 李克勤和周深这对望眠交易 失意有的相处又十分的融洽 不拘束 双方的梗又多 一捧一斗儿之间就为节目贡献了 很多的无数的话题 到了合唱的时候又是极有默契的 几乎每一场都有金曲留下 那片海天下有情人画等等 高品质的合唱至今还令人印象深刻 可以说这个组合是 全方位最符合节目的性质了 第二季还没有见到哪一组搭档 能够有钱深深给人的这种感觉呢 这也是为什么观众们 一直都期盼他们回归的原因 观众们等了两三个月 总算把这对活宝给等来了 不枉费大家这么长时间的瞧手以盼 希望两个人不要因为一年的分开 而变得生疏了 这次带来的两首合唱 仍然是可以保持上一季的水准 为观众们重现完完整整的情深深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并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